各位弟兄好 我是志成 在錄音裡面呢 陪伴大家一起來操練練習手冊 今天我們來看這個第六課 它標題是 我煩惱是因為我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這一課的標題呢 你看一下前面的第五課 會發現說這兩課也可以說是一組的 第五課是說 我絕對不是為了我所認定的理由而煩惱 那這其實可以說是寬數的兩個層次 那前面那個是第一層 後面的第二層 那前面的第五課它是說 我不是為了我所認定的理由而煩惱 那那個時候我們的解讀是說 我們總以為我們是因為外在的一些事件而煩惱 不管是你身體生病啦 或在人際關係上觸交啦 在感情上面有一些糾葛等等 但實際上這是因為你內在的小我在做 所以你才會看到外面有那些讓你心煩的事情 但第六課呢它進一步 它走到下一個層次 它說呢 你既然已經看到說你內在有小我 那它還要進一步告訴你說 其實小我是不存在的 所以它這個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呢 其實通知是指外面的也是指裡面的 你在外面看到煩惱是因為你裡面有小我 那這個小我其實還是不存在的 那這就是我想說寬數的兩個層次 那寬數的首先是使於你去覺察到你內在的小我 那這個就是也可以叫收回投射 就去承認說外在的煩惱是因為內在 我們把小我當真的 而起的 但是在下一個層次呢 就跟交託比較有關 就是說 再去看出說小我其實是不存在的 第一個層次是看到你的煩惱 並不是因為外在事物 而是因為內在的小我 那第二個層次是說 藉由聖靈的智慧去看出小我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 那這就是第五課跟第六課呢 它的一個架構所在 也反映出這個真寬數的精神 那第六課呢 其實它很短只有三段 而且操練方式跟前面的課很像 就是你要具體指明煩惱的形式是什麼 然後你認定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你再把它套進去 譬如說你說我很氣這件事情呢 就是這個 不管是報紙上看到或發生在你身上 或者說你很氣你的老婆 這個 這麼不講理 那 因為我看到了某個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那一樣呢 它避免你這個靈性繞道 所以它並不是讓你去附送 注意它的練習 並不是讓你去附送它的標題說 我煩惱是因為我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事物 然後一天唸個一百萬次 就感覺念這個阿密陀佛是一樣的 沒有 它要你一定要把它用到你的具體的生活中 具體的人事物上面 就是為了避免我們這個靈性繞道的問題 然後 小五很會閃躲 它會把這個練習一刻都練到頭腦裡面去 那頭腦練得呱呱叫 結果就碰到 碰到實境了 實境的時候 就還是沒辦法用出來 還是不平安 好 那它一樣 就第二段你看到它說 這個也是練習一天練習個三四回就可以 也就是說你看它在前面幾刻呢 都是感覺雲淡風輕吧 輕描淡顯 不要你練得太多 我記得我剛開始練的時候 我還覺得這實在是不夠吧 練得不過癮吧 怎麼一天練個兩次早晚一分鐘 那現在變成三四回 感覺不過癮 不過 先別這樣想 因為等到那個一百多克的時候 你就會 就會開始發現 真的是吃不消 每個小時前五分鐘 或者說 每半小時前五分鐘 你會發現呢 變得非常的困難 好 所以它是用一個比較漸進式的方式呢 以免的這個 打草金蛇嘛 一下就進到你的小我呢 當然你就太抗拒了 以至於就 閃躲的更厲害 抗拒的更厲害 根本沒法練 所以一開始呢 它就是用這種 輕描淡顯的方式 漸進的 漸漸的把練習的時數增加 那當然 如果你並不是第一輪在做這個手冊的話 那請你多練幾回啦 那多花點時間 然後 甚至要去看到說 這一刻它背後的深意是什麼 那包括我剛才講解這個 第五課跟第六課的這個連貫性 還有它跟真寬數的這個連結的時候 當然我是帶著整本奇蹟課程的理解 還有覺知去談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完全不懂這部課程 你只是看到這兩課這樣 我想你還 你對這兩課的理解 大概會是非常非常的淺 就是 其實可以說根本不了解這兩課在做什麼 好 那再往下看 第二段後面它還跟你講說 還是要花一分鐘的醒察心念 也就是說它其實是一直在提醒你呢 這個自我覺察的功夫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 如果你真的是投入修行的話 你當然就會曉得說 這個覺察當然不是一兩天或一兩分鐘的事情 它其實是 這個自我覺察其實是在一整天的過程中啊 不斷的去對自己的念頭保持警醒 保持警醒 好 那下面這個第三段 第三段呢 它又再次提醒你 沒有小煩惱 它對你心靈的平安構成的騷擾都是一樣 所以你就想我前面講過那個冰山的譬喻 有時候這冰山浮起來多一點你以為是大煩惱 那有時候這個冰山看起來 在霧霾之中看起來不太明顯 就好像是小煩惱 那實際上並沒有小煩惱或大煩惱 因為小我都是同一個小我 小我並沒有大小之分 它就是一套思想體系 好 然後再來是它也提醒你 再次提醒你說 不可能只保留一個煩惱 而能夠拋開其他煩惱 所以也可以說其實每一回的寬數呢 寬數並不是漸進式的 雖然說你覺得你會在這個 好幾年甚至幾輩子的修行的過程中 逐漸的進步 但是寬數本身 記住寬數本身並不是漸進式 而是非黑即白的 所以你每次下願心去寬數的時候 一定都是要下絕對的願心 好 那你一定是要願意去徹底的放下小我 那當然你一開始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願心 但是這個願心必須要存 好 也就是說你發願那個內容 你的力道可能沒有辦法百分之百 這個是正常的 否則你就不用學了 那但是這個願心本身的內涵 力道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內涵是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這個願心必須要是存 每一次發願寬數都要願意放下一切的煩惱 或者是一切的定罪 而不是說今天先寬數一半 然後可以保留這個一兩個煩惱 或幾個煩惱 明天再說什麼時候再說 這種拖延時間 基本上也是小我的一種伎倆